我看这段婚姻里面 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恰恰是有人把年龄当成了问题 比如说 我不告他我比他大 中国有些老话特别在脸 就是人无远虑必有尽忧 你就想想看你未来那点事 你没有远虑吗 你是觉得我骗的肯定行 你想你七十的时候他才六十岁 你在坏事做尽了 六十岁的时候他要不照顾你 你可怎么弄啊 这个我就说大家就想想 我们就往长远一想那件事 你就想明白就倒腾明白了 那翻回头对女同事来说也是一样的 你真是要活到六十岁 就欺骗你到这个时候 他把真心拿给你了 我离不开你啊老伴 我得你照顾我呀 什么都不行了 哆哆嗦嗦的 然后你打他一下 你看你年轻时候那样 我觉得挺丑陋的一个画面 不美 所以到底是在一起还是怎么着 你们自己选择 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说 我洗心革面 那也是一个思路是吧 没什么了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股方红糖真情六十秒 西方 专家也说了 反正是说的我 是无力自容的 我也不好再说别的了 我就给你说这么一句话 本管怎么对 也是十四年了 你想想孩子 咱一把水一把尿 把他拉着大 这本管怎么对 咱两个打打闹闹闹也好 也是十四年这么过来的 我改来不行吗 你给我个机会 我以后我尽可能不喝酒了 我不出去应手了 我喝酒我也难受 我这胃也不是那么好受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了 我想想吧 来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想到了未来了 你知道吧 确实挺害怕的 来 请关门 来 请亮灯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谢谢